第1502集 屠戮到底 几十万人送上门去被人骗 然后近乎毫无反抗 被人宰杀 死的是何等憋屈 中毒城内所有人尽都尽若寒碜 其中一些心中正在打着投降主意的人 更是如同被迎头浇了一瓢凉水 浑身上下 透心凉 原来投降也不行啊 我的天哪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不是死定了吗 这场战斗来得突兀异常 结束的却也快的异常 这场单方面的屠杀 前后一共只得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数十万人就已经尽数变作了尸体 而执法者一方竟然几乎没什么损伤 伤亡微乎其微 战线太长 执法者准备太充分 几乎各司其职 每个人瞄准几个 看准了再下手 这些人全无防备 怎么可能逃得脱呢 惨叫声中 陈盈峰浑身浴血 口中鲜血狂喷飞上了天空 他也算是修为精湛 竟然勉励地冲破死亡包围 向这中毒城这边飞过来 叶大哥 救我呀 城头上 叶沉沉面如寒水 犹如僵尸一般 一动不动 旁边 诸葛苍穹和野球叶 都狠狠地在地上 吐了口唾沫 愤怒地憋过脸去 救你 你做出这等事情 居然有脸向咱们求救吗 你也是万年老怪了 居然有面目 喊出救命这两个字 九节之子 九大世家之祖 何曾喊过救命 你可知道 你这声救命 将我们所有的老脸 都踩到了地上 让人随便践踏吗 几位执法者至尊 从后面飞一般地赶上 拳脚刀剑 暴雨一般落下 一声惨叫 陈英峰被一拳打飞 再然后 他的身体 就没有能够主动地动作一下 另一位九品至尊 鬼魅一般的一闪 已经到了陈英峰身下 狠狠地一脚踢在他的小肚子上 陈英峰痛哭至极地声音一声 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上飞起 然而此刻 上空早有另外一人在等着他 狠狠地双掌拍在他的背脊 随后一脚猛然踏下 踏在他的脊背上 下方那位九品至尊一箭戳入了陈英峰的前胸 另一位九品至尊则双手分左右 猛地拍在他两边的太阳穴上 喀啦啦几声响 陈英峰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他的脑袋也像是中了爆裂弹的西瓜一般 彻底的炸裂开来 脑僵崩裂 轰的一声 不知是那个人的最后一掌 拍在了他的丹田上 将他的神魂彻底打碎 神魂俱灭 一代陈家始祖 就这么在半空之中 在众目睽睽之下 变成了漫天飘散的雪雾 他身死的地方 距离中毒城头已经不远 上面高手如云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肯出来救援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执法者 四位九品至尊 在自己面前大开杀计 大打出手 将陈英峰从一个完整的人 打成了漫天的肉酱 四位至尊转身就走 刹那间已经消失在众人面前 叶晨晨等人呆若目击 此时已经是深夜 法尊的声音摇摇地传过来 如今陈家也完了 下一个是谁要与我执法者对阵呢 别怪本座没有明说 只要你敢出战 我绝不吝啬给你公平一战的机会 若是没人敢应战 彼时大军启动 中毒城 玉石俱焚 叶秋叶深深吸了口气 转过身向着叶晨晨深深行礼 大哥多多保重 小弟这就报仇去了 叶晨晨脸上的肌肉静暖一下 秋叶 你先行一步 大哥随后就来 哈哈哈哈 叶秋叶哈哈大笑 转身大踏步走出 叶家子孙 随我出战 叶家子孙 也来几个助阵的 本部兵马 现在轮到我们了 是男儿好汉 就跟老夫上阵赴死 叶秋叶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 中毒城中 本已经心存绝望的江湖人 刹那间就呼啦啦站起一大片 轮到我们了 上阵赴死 跟那帮该死的执法者拼了 叶秋叶的话 说得极为直白 就是上阵赴死 就是去死 但就是这么直白的话 却在此刻 极大的激起江湖男儿 心底的血迹 既然难免一死 那就壮烈战死吧 拼了 甚至有些原本不属于 叶秋叶阵营的 在这一刻 也自发自觉的加入进来 死就死嘛 谁怕谁啊 直发者两只眼睛 咱们也一个脑袋呀 直发者胯下有那话 老子裤装里头也有鸟啊 干你娘的 拼了 一阵喧嚣 犹如宣泄一般大声叫着 众人手指刀剑 乱哄哄的出城而去 虽然队形混乱 但却是所有人 竟都气质凛然 昂首挺胸 若是还有生机 老子不会赴死 但既然已经注定已死 老子偏偏要死得像个男人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 仍未停歇 整整一天一夜 整个中都城 就如同不断遭遇地震一般 处在无尽的颤抖之中 所有的房子 都在扭着屁股跳舞 极有韵律的轻轻扭动 也不知道 算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却极少出现倒塌的现象 这场百年难得一遇的倾盆大雨 现在虽然小了些 却也一直在下 仿佛能够很久地下去不停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而城外 熊熊的烈火 却也一直没有停歇 焚烧尸体的烈火 持续地燃烧下去 熊熊烈火 一整夜 都在持续燃烧 那股特殊的烤肉味 自然也在持续地弥漫 一整夜 中都城里 处处可以见到有人呕吐 这边踩吐完 但是 只要再度接触到那股怪味 就会继续呕吐 就算再迟钝之人 再不消息灵通之人 也已经知道 这股味道 乃是因为焚烧 大量尸体而来 在这么大雨中 烟雾弥漫的环境里 燃烧了一天一夜 该烧了多少尸体啊 也许不久之后 或者就是今天 又或者是明天 自己也会变成焚烧的一员吧 只要想上一想 就浑身一阵颤抖 心中一阵阵的个影 随同夜秋夜出战的人 在一夜击战之后 现在已经在火上烧了 此波战斗结束的时候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在夜沉沉老泪纵横之间 夜秋夜 也选择了不消沉与后沉 在执法者阵中 化作了人间绝响 但是 这一波 与他作战的执法者 最终能够活着的 却只有不到三万人 夜秋夜所部的顽强 让所有执法者 都大跌眼镜 明明是实力相差悬属 明明敌强我弱 但是 这一波世家联军 所展现的勇气 毅力 斗志 都让人叹为观止 我实力不如你 我就抱着你一起死 如此不求全胜 只求残敌 不畏强敌 甚至 先求一死的先生 彻底动摇了胜负的天平 如果不是 双方高深实力者 对比不是那么悬属 最后的胜负结果 还真不好说 看到最终不足三万 伤痕累累的战士 撤下战场 执法者一方的人 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背心一股凉气 突然升上来 几方这一波 阵亡了四十七万呢 就只剩下三万幸存者 而且这三万人中 绝大多数也都是被废了 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恢复到巅峰时期的程度 明明是强弱悬殊的双方 最终却是如此惨烈的结果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法尊 此刻 法尊脸色仍旧是阴沉沉的 没有半点表情 只是挥了挥手 直接下令 立刻着手收拾战场 等待下场接战 魔头不灭 战斗不止 法尊大人 有一位高阶至尊哀求 让兄弟们多少休息一下吧 大家可都是血肉之躯 又是经过如此惨烈的厮杀之后 还在这样的倾盆大雨中 淋了两天一夜了 有谁不是血肉之躯 有谁不是战斗一夜 有谁不是在暴雨中淋着 难道只有我们的人吗 你们凭什么这般娇贵 可是 不用什么可是 决战不休 以图到底 再有意义者 斩 杀无赦 一片的静若寒蝉 所有人都不敢再说 现在的法尊 心冷如铁 已经是到了没有任何人情可讲的地步 看着法尊冷漠无情的脸色 众人只有尊命行事 谁都知道 法尊的话 绝不是说着玩的 在此之前 整片九重天大陆 在短短十天之内 惨死了将近两千万亡魂 那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尊绝对是说得出做得到 言出法随 另行禁止 执法者一方 虽然也是人困马罚 但是 在这等高压命令之下 还是分出人手 去打扫战场 继续焚烧尸体 法尊又一次将目光看向城头 心中疑惑重重 楚阳 身为九节建筑 眼下已是摩羯祸世的最后关头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现呢 楚阳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虽然楚阳一直都没出现 但是法尊的心中一直有一种直觉 最终能够制止自己疯狂的 不许你活下去 因为 一个失败者 不配得到我老大一样的称呼 没资格成为那个传奇的名称 城头上原本可以说是 人头涌重 密密麻麻 现在 却已经稀疏了许多 此刻就只有叶晨晨和诸葛苍穹 石炮霄 还在这里站着 而三个人的表情很一致 都是满面的复杂 其中包含了 骄傲 悲痛 愤恨 还有 绝绝 哎 石炮霄突兀的长叹一声 从怀中取出一支雨瓶 缓缓将之打开 前几天 酒节建主 托第五轻柔送给我这颗酒充丹 老夫心中顾虑重重啊 彼此 虽因立场原因 暂时结成了同盟 可九大家族与酒节间的对立 仍属必然 只能接受敌人的福泽 第1502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